你知道什么是PUA吗 女孩每天晚上八点都要拍下美照发给自己的男友 如果错过时间她就会变得焦虑不安 认为是自己犯错而不断地撕扯头发 陷入PUA泥潭的人往往意识不到自己和生活出现了什么问题 却不知心底的善良反成为他人操控自己的工具 爱丽丝是个有些腼腆 善良又很顾及他人感受的女孩 自从她恋爱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与闺蜜聚会 今天好不容易三人相约在酒吧 可当黑姐点了她之前爱喝的酒后 爱丽丝却让服务生帮她换一杯苏打水 黑姐惊讶地看着她不明所以 但看到爱丽丝似乎也不愿意解释 于是将话题转向了刚才帅气的男服务生 调侃起她看爱丽丝的眼神似乎有些不对 女人之间的话题往往离不开男人 为了过神我就不细说了 不过几人之间气氛也随之融洽起来 这时爱丽丝收到了一条短信 她悄悄看了一眼没有回复 可随后马上又发来了一条 爱丽丝非常紧张地看着里面的信息 黑姐和泰斯察觉到了她的意义 爱丽丝解释是自己男友西蒙 想邀请两人参加她周末的画展 可下一秒她就跑到了卫生间里自拍起来 挑选好合适的角度拍了几张照片 选了一张自己比较满意地发给了男友 回到酒桌后泰斯说起 一周后是自己三十岁生日 打算邀请两人一起 可泰斯却欲言又止地说自己要考虑一下 然后匆匆结账说要走吧 爱丽丝急忙换好睡衣准备梳洗一下 没想到却在口袋里发现了 男服务生偷偷放入的电话号码 洗澡时爱丽丝回想起 那个帅气的服务员看自己的眼神时 男友西蒙突然从身后出现把她吓了一条 西蒙说很喜欢她发的照片 但是为什么只有一张 爱丽丝赶忙解释他们当时在吃饭 第二天早上爱丽丝悄悄地起床 不敢吵醒熟睡中的男友 她将自己全身多余的毛发清理干净 烫好头发并化上精致的妆容 因为男友说过她不喜欢一个睡眼心松 毫无打扮的女人出现在自己的床前 两人去公司的路上 西蒙还在不停地暗示爱丽丝昨晚和闺蜜 出去喝酒的行为不好 当她走过一个面包店时想进去买面包 爱丽丝想到两人做过削减糖分摄入的约定 西蒙说偶尔靠牢下自己也没问题 而爱丽丝也不敢多说什么 看着店里的西蒙她很紧张 嘴里不断重复说着几句话 原来她知道西蒙不会同意自己和闺蜜出去 但泰斯的生日派对她也不想错过 于是找了个借口说要因公临时出差几天 爱丽丝不安地盯着男友生怕被她说 西蒙虽然嘴上没有拒绝 但却表示爱丽丝这份工作不怎么样 可以考虑换份更好的工作 在男友画展的开幕式上 打扮光鲜亮丽的爱丽丝 一直陪着应付各种嘉宾 黑姐到来后她才有了短暂的自由 可他们刚聊到了一半 西蒙就将爱丽丝叫嘴 丝毫没有顾及她和黑姐的感受 回到家后西蒙表现得非常沮丧 今天画展的举行并不顺利 来的人比想象中的要少得多 爱丽丝赶紧上前抱着她安慰起来 可半夜她独自坐在马桶上全驱拉扯着自己的头发 直到被扯断后掉落在地上 这一刻她非常的焦虑 同时也在责怪自己不应该撒谎片男友 第二天外出度假的路上 黑姐和泰斯的欢声笑语让爱丽丝重新打开了心扉 恋爱后她再也没有体验过如此轻松的 然而男友的一条短信却打破了这宁静的喧嚣 再次让爱丽丝自责起来 整个世界仿佛变了一个模样 但时间长了她渐渐失去了自我 觉得自己不够好配不上男友 于是她努力地想要改变自己 直接让闺蜜靠边停车狠狠呕吐了一番 不明所以的闺蜜还以为她只是在车上看手机造成了晕车而已 不久后他们到达了黑姐的老宅 这里的环境宁静而迷人 房前还有一个美丽的小壶 爱丽丝看到了墙壁上有他们三人小时候的照片 照片中自己满脸自信地微笑 令她不免有些感慨 饭桌上三人丝毫不忌讳地说起他们梦中的男人 爱丽丝也说到自己梦到过那个酒吧的男服务生 觉得自己很羞愧自责 明明和西蒙在一起却梦到别的男人 泰斯两人惊讶地对视了一眼 他们不用想也知道一定是西蒙影响了爱丽丝 晚上她刚坐到床上 男友的短信却再次打破了宁静 又到了八点她教功课的时间了 爱丽丝连忙拍下自己的睡衣美照发了过去 但迟迟没有收到回复就睡着了 凌晨两点男友的回复将她从梦中惊醒 问她想不想自己 爱丽丝连忙回了句一直在想她 第二天一早爱丽丝早期跑了个步 终于不用把每天的早起时间搭在化妆和替汗毛上 她贪婪地呼吸着自由的空气 想要将一切的烦恼抛之脑后 可刚回去不久 男友再次发来了信息 说自己好想她询问能不能早点回来 让爱丽丝的好心情消失不见 她叹了一口气回复自己尽量走回 三人做晚餐时 爱丽丝脑海中不断浮现出男友的样子 她忍不住向闺蜜提出自己要提前离开的要求 泰斯很惊讶 不是说好了一起度假一周为我庆祝生日吗 这才第二天就赶着回去 两人因此闹得很不开心 晚上爱丽丝给男友发去信息 说自己暂时无法回去还要待几天 男友许久都没有回复 这时黑姐走了进来 她来缓解爱丽丝和泰斯两人之间的不愉快 三人从小玩到大不值得为这些小事断交 第二天爱丽丝跑步回来后 黑姐教她练习匹柴 渐渐地爱丽丝掌握了药力 可明明已经批够了柴火 她还是想要继续 她要在批砍过程中将自己压抑的心情释放出来 在闺蜜的陪伴下 爱丽丝开始逐渐找回了西域的自信 大口吃着加糖的面包 不用再去考虑男友喜不喜欢 这时男友的一个电话又将她打回了原形 连忙将嘴里的面包吐掉后接起了电话 男友带着哭腔指责爱丽丝骗了自己 原来西蒙已经通过爱丽丝的公司了解到她并没有出差 质问爱丽丝为何要撒谎 并且不给她任何解释的时间直接挂断了电话 回到屋内爱丽丝再次提出离开的要求 这次她明说了是西蒙要让自己回去 泰斯两人难以置信地看着她 难道才认识几个月的西蒙比不上他们几十年的友谊 爱丽丝没有解释只说第二天一早她就回去 接着回房开始整理行李 夜晚爱丽丝交功课后男友没有回复 让她又焦虑地开始扯起自己头发 可早晨她准备离开时发现自己的手机和钱包不见了 她气愤地跑出去对泰斯大发雷霆 说她不应该拿走自己的东西 泰斯表示可以用小时候的方式决出胜负 只要爱丽丝在外面的冲网板上赢过自己就还给她 心不在焉的爱丽丝被对方晃落到了湖水中 原本只是一个玩笑让爱丽丝能冷静一下 却不料爱丽丝摸着自己的耳朵无比紧张 男友送她的耳环掉进了湖中 爱丽丝不顾危险地一次次潜入水底寻找耳环 可湖水有九米深下面根本看不清楚 最终她还是一无所获 回到岸上爱丽丝彻底崩溃 她口中不断说着自己已经欺骗过西蒙一次 不能再犯错了 否则男友不会再爱自己了 她想到了男友将会对自己说的话 这就是肯定 回到屋里后 泰斯询问为什么爱丽丝要这样对待自己 可爱丽丝却觉得自己欺骗男友在先 她有生气的权利 泰斯奇怪她为什么不能和男友说 要和最好的朋友一起旅行 这怎么就成了爱丽丝的错 一段感情不应该出现严重的时候 并开始劝说爱丽丝远离那个渣男 看到闺蜜抨击自己的男友 爱丽丝情绪再次失控 两人开始恶言相想 最终两人闹得不欢而散 爱丽丝将自己锁进卫生间 她已经难受地喘不过气来 她知道和泰斯争吵是自己的不对 但她却控制不住自己 男友已经完全占据她的思想 爱丽丝开始不断撕扯下自己的头发 然后用力地缠在手上发出痛苦的叫声 黑姐听到声音关切地询问 爱丽丝连忙将门堵住 求对方离开让自己静静 黑姐无奈也只好独自离开 爱丽丝将毛巾沾上水捂住自己的脸庞 似乎唯有窒息的感觉才能让她平静下来 等爱丽丝冷静下来后 泰斯拿着自己做的三明治给她 并为刚才的事情道歉 他们只是希望爱丽丝能在这些天里享受到快乐 黑姐没收了爱丽丝的手机 收不到男友的信息后 爱丽丝渐渐恢复了过来 她终于肯说出自己和男友的故事 对方常常会查看她的电子邮件和手机 并且每次都能找到理由 最近她洗澡时会把手机带进浴室 因为除了那她已经没有一个可以独自待着的地方 爱丽丝不知道什么会惹男友生气 所以她一直试图把自己变得更好 但她渐渐发现自己怎么都达不到男友的要求 爱丽丝自我安慰到至少男友没有做出伤害她的事情 但黑姐和泰斯却心疼地看着她 真希望她能早点告诉他们 为了让爱丽丝走出阴影 两人带着她回顾了小时候的点点滴滴 一起喝酒疯狂地跳着我 爱丽丝也吃着男友认为恶心令人发胖的鼠片 学起对方各种说自己吃这个会长胖之类的话语 更是让闺蜜们对西蒙这个渣男感到无语 夜晚湖边黑姐点燃了烟花 庆祝泰斯生日的到来 看着头顶上那绚丽的烟花 爱丽丝似乎找回了失去的自我 几人喝得鸣顶大醉第二天很晚才醒来 这时屋外的马达声将他们唤醒 黑姐原本以为是自己订的外卖道 三人嘻嘻哈哈地走出了屋子 却发现是爱丽丝的男友西蒙抱着食物向着小屋走来 爱丽丝立即拉上衣服的拉链变得拘静起来 男友微笑着给了她一个拥抱后 说自己一直在打电话 但希望爱丽丝晚点给自己一个解释 说完就自顾自走进了屋子 爱丽丝再次被打回了原形 惶恐不安地她连忙跑到卫生间补妆 吃饭时闺蜜们显然不太欢迎西蒙的到来 但她丝毫不在乎 反而开始肉麻地和爱丽丝恩爱 爱丽丝也只能无奈地配合着 但一回房后西蒙变了脸色 认为爱丽丝的欺骗让她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悲痛地质问她为什么要这样故意伤害自己 爱丽丝解释自己只是想和朋友们玩几天 男友却说她实在太自私了 一点也不考虑她的感受 爱丽丝借着刷牙的借口来到卫生间 焦躁不安地撕扯起自己的头发 平复心情后将头发扎好才走了出去 为了让男友原谅爱丽丝放下了自己的尊严 不断地迎合对方 但却没有以往的感觉了 西蒙将她揽入怀中亲吻安慰 让爱丽丝早点睡觉 明天一早就带她离开 天亮后西蒙带着爱丽丝离开时 闺蜜两人试图挽留她 可爱丽丝已经失去了勇气 上车后爱丽丝回过头 黑姐泰斯两人正默默地注视着自己离去 眼中满是不舍 而爱丽丝的内心也仿佛失去了一些宝贵的东西 西蒙突然说起黑姐和泰斯的不是 认为他们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让爱丽丝以后少来往 可下一秒一声巨响从车后方传来 原来黑姐追了上来一抚头 将车后窗砸了个粉碎 西蒙气愤地冲下车破口大骂 看到爱丽丝走向黑姐 她让爱丽丝赶紧上车 但爱丽丝却拒绝了她 她紧紧地盯着黑姐的眼神一动不动 而泰斯也挡在了她的身后 西蒙还打算用话语对爱丽丝进行洗脑 让她听话上车 解释她所做的只是试图证明自己是真的爱她 回家后两人就能重归于好 但爱丽丝深吸了一口气 还是坚定地选择了拒绝 西蒙健壮笑着从车里 将爱丽丝的行李箱扔在了地上 并表示给她一周的时间考虑 在闺蜜们的帮助下 爱丽丝终于鼓起勇气 做回了真正的自己 为了爱情迁就讨好对方最后失去自我 影片真实地展现了 游离在情绪失控边缘的人 用一些自残行为来试图安抚自己即将崩溃的情绪 我们无法想象他们这些被POA的人心中的痛苦 希望每个人都能坚持自己的情感底线 不要让善良成为他人操控自己的工具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见